請多多多 小葉之夜 現在家中生孩子 大概就生兩個 所以你不是老大 就是老腰 到底要做老大好呢 還是做老腰好 今天有四位都是老妖 有兩位是老大 很多人說老妖是寵上天 那姐姐就是沒人等 好 今天有兩位姐姐 漂亮姐姐耶 很好看喔 我引起 我剛剛就在問她 我說妳是姐姐 那妳妹妹呢 身材也是這麼好嗎 她說 馬上攻擊她 馬上攻擊她 詹莉的妹妹我們見過 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會念書 對不對 而且穿得也是辣辣的 真想不到她是台大... 電機研究所 女生電機研究所 女生電機研究所 而且穿得很辣喔 所以我就覺得... 所以妳就知道媽媽太寵 都沒有在管她 也沒打她 我們就是被打壞了有沒有 所以就比較不太會念書 所以妳的意思是說 她說她是教妳老妖 就沒人管 書法念得好 真的 好 那我要來問一下 這是個老妖是不是書念得很好 好不好 今天我們來看任榮軒 大家好 我是任榮軒 對 家裡就兩個 但是以我們對任爸的了解 任爸常常在節目中懺悔 我都打老大 對 就是她打姐姐 然後發現好像不是那麼的好 不是那麼妥當 所以我從小到大 她只有用眼神嚇我 或者是拿起拖鞋假裝要打我 可是她從來沒有對我動過打 就是用棍子打這樣子 真的很好 很好 很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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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來 想介紹 哈囉 好 家裡有個姐姐對不對 是... 妳也是老妖 也是頭上天對不對 對 家裡都是女生 對 因為媽媽有兩個阿姨 就是有大阿姨 二阿姨 我媽剛好也是老妖 然後家裡有一堆表姐都是女生 然後加上姐姐 所以就幾乎是在女人堆裡面 你也是阿嬤帶... 對 阿嬤帶大了 阿嬤帶大了 對 然後你公布你的戀情的時候 阿嬤都不知道什麼 對 其實她很關心我 對 因為比如說 其實啊 你知道嗎 昨天我在看神見紅 因為你出道滿早的 所以你才二十... 二十二歲 二十二歲 但是她的戀情瞞了六年 你知道她什麼時候談戀愛嗎 她誰未成年喔 是 她很大 沒有啦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她包裝都很大 對啊 大方的講出來 有客人 在旁邊喝茶 有客人 這時候就要喝一口 你先喝一口茶 對不對 你先再來宣傳新戲 對 宣傳新戲 你那天也是宣傳新戲的記者會 所以講出來的啊 對 不小心在記者會上面 喝了一杯酒 然後就整個就失控 對 亂講話 那現在給她一杯酒好了 好啦 我們再給她一杯酒 恭喜... 好 他們兩個的心情叫做 七個朋友 所以七個朋友當中 你們是兩個對不對 其中兩個朋友 對 其中兩位朋友 其中兩位朋友 還有一位陳毅嘛 對 還有陳毅 對 還有幾位都是內地的 對不對 對 還有內地有 富心伯跟劉欣 還有香港的富裕 其實我看的片段有陳毅蓉啊 張俊麗啊 他們都來客串是不是 對 客串也有很多大牌 好像有七位吧 也是七位大牌 還有兄姐凱啊 炎亞倫 還有四兄和潤東 對... 也是正好七個朋友是嗎 對 剛好都七個 也要七個對不對 好 待會兒我們來看片段 好 來 許孟哲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孟哲 孟哲也是家中的姐姐 老妖 老妖對不對 對 然後我一個姐姐 都有姐姐疼耶 如果妳的弟弟長這麼帥 妳會疼嘛 對不對 會 我弟弟也不錯啊 我弟弟也滿帥的耶 真的嗎 對 我就一個弟弟跟妹妹 然後弟弟是小我兩歲 妹妹小我十三 所以妹妹是不是多的 我就一直覺得她是多的 撿來的 十三 如果妳十八歲三的話 妳都可以啊 真的 所以從小她是我帶大的 聽說差特別多歲會比較疼 不會像比如說差那種兩三歲 比較容易吵架 你們是差幾歲 我差三歲 差三歲 那妳姐姐會管妳嗎 她也是會管我 她管不到妳 因為妳是老妖 她以為她會管我但管不住我 對 老妖從上天 待會兒再看看 小柔 妳是老妖 我是老妖 因為我一個姐姐大我一歲 可是妳看起來很像大姐的樣子 對啊 所以我跟你講 姐姐是個皇子 都說姐姐什麼扛天啊 為什麼負責任沒有 每次姐姐要撒謊啦 或做什麼壞事啊 都要我們妹妹出來扛 妳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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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扛過來啦 對啊 通常都不是這樣 我看妳差一歲就是差很多 對 我們年紀比較相近 那因為我姐姐她是非常漂亮 而且她的...她比較有智慧 所以她常常在智慧型犯罪的時候呢 她就會... 智慧型犯罪 她就會先稍微呢 就稍微就是... 就慫恿一下我 然後在慫恿的時候 我就覺得我被重視了 因為我姐姐她算是風雲人物 所以她從小就是我的偶像 等一下 這個老妖感覺上有一點點 崇拜姐姐 對 我非常崇拜 有點崇拜姐姐 而且就是姐姐比她漂亮 所以身心上有點受傷的感覺 對不對 因為從小到大都這樣子啊 從小到大 我們家的照片都是姐姐比較多 然後從小到大大家都說 就是...小千好漂亮喔 我姐大小小千萬的千 小千好漂亮喔 妳是...小千的妹妹 就是沒有我的名字 小千的妹妹 還不唱喔 就沒了... 就沒了 我告訴妳 我們也做過很多這種事情 好可愛喔 妹妹喔 好可愛喔 姐姐好可愛喔 妹妹好可愛 姐姐 對不對 但是呢 這個任榮軒就是不一樣 姐姐應該沒有太多照片 但是她從小是用V8拍大的 對不對 我爸爸特別為了我出生 買了一個V8 專門拍我用的 所以我姐姐... 姐姐呢 我姐姐比我大 7歲 她7歲以前的成長過程 是沒有用影像... 沒有用影像紀錄 就用照片紀錄 用照片紀錄 所以我就有很多影像 而且因為小時候 我很小隻 很可愛 所以V8就一直拍著我 一直拍著我 姐姐都沒畫面 沒有畫面耶 好可憐 好可憐喔 可是姐姐會欺負妳嗎 會 以前我都是聽她講 我都不相信 後來看到以前 就是爸爸錄的影片之後 才發現 天啊 他會來小動作 我們看一下事實在明 V8是真的有存在的價值 V8 我們來看一下 到了 到了 V8 我們到了 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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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8是會說故事的 對不對 我覺得啊 Selina應該到了 那是書姐了 對 真的 書姐 因為我... 我記得我在哪裡 看過一篇文章 就是Selina寫給她妹妹的 她說我以妳為教 有... 我有...大家都看得到 在FB上面寫得真的很感人 好 這個時候 這時候她已經 她剛出道在拍戲 然後我去看她的班 出道的時候妳看 就是... 剛剛那個畫面還好 倫巴妳有V8把它記錄 其實V8真的滿... 我覺得記錄影像是比較正確的 因為記錄照片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對不對 假象 假象對不對 對 這個 妳有欺負... 妹妹 一定的啊 而且還跟弟弟離手 就是因為我爸媽都不會打我妹嘛 所以我跟我弟兩個就講 我們就跟我妹講說 妳知道為什麼把媽媽不打妳嗎 然後把她說為什麼 然後她說 撿來的小孩不能亂打的 等一下跑走怎麼辦 後來一輩子的陰影耶 然後我妹就說真的嗎 然後我說當然 妳看看 妳的小名叫什麼 她小名叫甜甜的有沒有 有一個女孩叫甜甜 她說哪呢 妳知道嗎 就我妹那時候就大哭啊 媽媽哭得好大聲 然後後來跟我媽講 我害我跟我弟來 又被我媽揍盾 合理啊 所以這個 這叫做造謠聲勢對不對 可是那時候妳哥欺負她 就覺得好好玩 終於可以欺負她了妳知道嗎 姐姐在家裡都是會因為妹妹來 生活改變 妳知道 生活一改變就失從 對不對 但是像許孟哲 因為一生出來又是一個兒子 一定姐姐又失從了嘛 對不對 其實我一開始小時候都覺得 沒有太大的感覺 因為 好 就比國小的時候 我們兩個是讀同一個學校 所以爸媽接受都是一起 但是我真的感覺到差別的時候 就是當我姐姐已經升上國中 我還在國小的時候 那學校是不一樣的 從那個時候開始呢 我姐姐每天早上六點多 要起來自己穿衣服 然後弄一弄搭公車去學校 但我還是我爸媽送 就是不會說早一點出門 然後先送姐姐再送我 然後或者先送我再送姐姐 沒有 我姐姐... 我姐姐就自己坐公車 然後去學校 然後我媽就繼續送我去學校上課 等一下... 跟我一樣 我也是媽寶... 天啊 而且我家... 對 我學校就在我家對面 你在對面 明明你還要走 不是 要開車 對面你有點走 對面還要開車 7點20要到學校 然後7點可能我姐 就自己走去學校 但我是睡到7點15起床 然後我媽寶寶就 載我到學校才在對面 太荒唐了 等一下 是衝這個人 然後我載到馬路對面 就到學校上課了 才藝老師處罰許孟哲與姊姊 媽媽態度大不同 學鋼琴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談不好 老師會拿那個筆直接打手杯 然後我姐就跟我媽講說 媽 我可不可以不要學鋼琴 老師好兇 打得好痛 結果被我媽罵 我媽就說 那妳就是因為妳沒有練習啊 妳有練習 彈的時候不會彈錯 老師就不會打妳啦 我也覺得很痛 我就跟我媽講 她說 媽 我可不可以不要學 那老師好兇喔 拿那個筆打我手杯好痛 她說 那不要學鋼琴 各位 這位老妖 應該不是寵上天 對 妳感覺到命運怎麼 因為我就說我從小呢 姐姐都是表現非常的良好 而且我姐呢 很會彈鋼琴 而且呢 就是她所有都 最好的都在她身上 所以就是從小比如說 我真的到高中 高職的時候 我才真的有我自己的人生 因為我幼稚園 國小 國中 都是跟我姐唸同一所學校 所以她一定找我一年進去唸 所以她一進去的時候 她已經是風雲人物了 而且她已經有朋友了 對不對 而且所有的老師都知道 我姐姐是誰 然後每次我一進去就說 妳是小千的妹妹 妳是小千的妹妹 小千的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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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姐那時候 我記得她國小 國中的時候 她都有一群就是有沒有 那種美國那一種啊 就有一群很漂亮的女生 全校最美 然後走... 然後走在一起對不對 然後走在福利社有風的那一種 然後就是吹口哨 然後那時候我就一直覺得說 我好想被她 被大家這樣吹口哨 所以我就一直跟在我姐旁邊 感覺好像我跟她是一起的 然後我姐就會一直覺得說 妳可不可以不要跟我在一起 妳的風格跟我們的風格不一樣 所以我小時候就是 我一直都會很想模仿她 妳看了沒有 這個...這個是誰 對...這是我阿嬤 阿嬤是不是 哪一個是妳啊 左邊 右邊這一個是我 我都是在右邊 瘦的這個嗎 對...長頭髮的 其實有點像耶 有點像啊 有點像啊 你們兩個 沒有 我姐比較甜美 而且她比較瘦 我從小就是垮的 仔細看才覺得 姊姊可能比較優雅一點 妳笑得嘴巴裂大一點 對...我就比較像她的海維 對...然後看不出來 然後那時候我就... 姊姊就是她會去買衣服穿 然後買那種最流行的 以前她有NONO雜誌 就是裡面的模特兒穿的 她都有這樣子 然後我那時候就 因為我自己繩子又不夠 所以我自己也沒錢去買 所以我都會想說 姊姊妳衣服可以借我穿嗎 我姊姊說 不然耶 我說拜託啦... 不然妳去幫我 因為我們有分配工作嘛 每一天 就打掃啊 拖地 她說那不然妳去幫我拖地 我衣服就 一個小時 一個小時 脖地 對... 這姊姊是怎麼了 我會穿喔 不是 一個小時 妳跟朋友約妳穿的時候 走到家門 要回來... 然後到現場 我要回來 另一個小時到了 我說威夫娘 還慘 威夫娘還在家裡 到12點以前才回來 我還真的就穿著那一件衣服 去巷... 就是整個巷子跑一圈 就是讓人家看 過癮一下 對 就是走在那邊上去 看一看我穿新衣服 對啊 為什麼我也覺得我們 對啊 為什麼他就對了 沒有 因為其實最好的 都是給姊姊了 因為比如說像我家 我姊從小我媽就讓她 學彈鋼琴 學跳舞 然後我卻完全什麼都不讓我學 我會覺得說為什麼 她很疼妳啊 可是她不是很認真學嗎 你姊姊... 她姊姊是舞蹈家耶 對 其實姊姊從五六歲 就開始學就是芭蕾現代啊什麼 對 她姊姊舞蹈跳得非常好 上次... 就是一直學啊 學到現在還在跳 那她有興趣啊 像我們沒興趣叫我們彈鋼琴 彈爛了 我媽拿一個棍子 就從手這樣打下去 不是 妳知道 講到彈鋼琴我想到 我小時候我媽也讓我姊姊學鋼琴 然後學她 因為學鋼琴大家都知道 你如果彈不好 老師會拿那個筆直接打手背 手背 手背你又沒有肉 打了直接骨頭很痛 然後我姊姊就跟我媽講說 媽 我可不可以不要學鋼琴 老師好兇 打得好痛 結果被我媽媽罵 我媽就說 那你就是因為你沒有練習啊 你有練習 彈的時候不會彈錯 老師就不會打你啦 然後我姊之後知道 我們就是覺得OK 也沒錯 我不是同一個姊姊啊 我的鼻子她就繼續彈 然後後來呢 等我稍微大一點 我媽想說 我姊在學鋼琴 然後我跟著學 然後我一樣也沒有練 我就一下上課上到一半 被老師打 我也覺得很痛 我就跟我媽講說 媽 我可不可以不要學 那老師好兇喔 拿那個筆打我手背好痛 她說 很痛喔 然後我姊就很生氣 為什麼她說不要學就不要學 我說不要學 我還被罵 是不是 真的... 我覺得就是 你應該姊姊就是在吃苦來鬧 對 其實因為 我姊姊後來也是被老師打手 對 一定會被打 然後她就跟媽媽說 媽媽老師會打我 我不要學 後來因為舞蹈社就在鋼琴 學鋼琴的對面 所以她去學舞蹈 對 我什麼同一件事 都有不同的發展性 我很小的時候 我就看到我有同學 他們就穿蓬蓬裙 我就覺得好可愛 因為小女生就覺得穿蓬裙好可愛 我就回家跟媽媽說 媽媽 就是同學穿蓬蓬裙 好可愛 我也想要 她就說是喔 那個很難買 不好找啦 再看看 我就說好 然後後來就是沒有多久 我就看到有一天 為什麼我妹妹穿了粉紅色蓬蓬裙 站在那邊呢 然後我就說 你這個是 然後我就說媽媽買 然後我就跑去問媽媽說 媽媽為什麼妹妹她現在穿蓬蓬裙 她就說就是買了一件蓬蓬裙給她 我就說 我呢... 她說妳不適合啊 然後我就愛大隻 她說妳不適合蓬蓬裙啊 她還給她巧笑 這個是不是注定了妳 以後要當模特兒 我自己穿 沒錯 我穿一百件蒙蓬裙 她有了 目前為止我氣死我了 其實真的是這樣子 我想任優軒那個 妳姐姐小的時候 就爸爸管得很嚴耶 好像 對不對 動不動就是用一種 她自己 妳爸爸自己有承認啦 就是說她用最嚴厲的方法 是去管 因為大紀律 是門禁嗎 還是哪一種禁 她對她的要求管限制的 都非常的好 夾腳 就是可能因為第一個孩子嘛 就會希望她好 所以就會要求她念書啊 或者是交友啊等等 都要求得很嚴格 可是對我就是採放任狀態 因為我記得她對Selina 是很嚴厲的 功課不好的話不行 什麼... 我覺得可能 為什麼妹妹都是假假的畫面 為什麼妹妹都假的 姊姊一定在電視機 姊姊一定在電視機前面 搭吵著 對啊 妹妹一定有一本交戰手冊 所以她妹妹就說 妳姐姐怎樣... 對啊 為什麼沒有 妳姐姐會覺得妳會受寵嗎 因為妳都要被送去 就是男生要被送到學校 姐姐是走路去 我覺得你們家... 真的 其實我自以後來長大 覺得有點不好意思 就會覺得說 天啊 媽媽這樣對我也太好 就覺得對姊姊太殘忍 這是誰 這是我姐跟我 妳姐姐看起來 我姐看起來都特別Man 妳姐姐很Man 妳以前 妳知道為什麼以前打架 我打不贏她嗎 妳姐姐看起來很Man 就是因為她小時候開始學舞 然後她那個大腿特別粗 她的腿就等於我的腰 妳知道 她差點要握拳 好不好 而且她在跟你拳 而且妳看起來就是一個很瘦弱 對 而且很... 還滿娘娘的 對 因為長大之後 她就會常常會翻一些 我們小時候的照片 然後會後製成這樣子 其實這是她做的 所以她打什麼Oops 然後寫一些有的美容 然後其實她還滿... 就是小時候雖然欺負我 但長大就很疼 看起來姐姐是會照顧弟弟的 然後妳穿了也娘娘的 我小時候就會怕口啊 這個是...這也是妳的 然後也在家裡就是對 這小車應該是妳的吧 不是姐姐的 這應該是爸媽還給我的吧 然後姐姐沒有 對 姐姐不要 後面搶劑... 後面搶劑 還要後面搶劑 還要拍我 姐姐一定是什麼洋娃娃啊什麼 然後弟弟一定就是汽車 對啊 男女生玩具不一樣 不是 因為第一個生姊姊 然後第二個生到男的 都是會特別醜的 這是沒辦法 對不對 妳是第二個生到妳就... 對 一定想要生的 對 然後我媽在肚子裡面 她也覺得是男的 所以我生出來的時候 然後就真的很像男的 然後後來長大發現我的個性真的 因為我又是爺爺交軍事訓練的 所以我真的非常在這個情感上面 跟自己負責任這一塊是 很像男的... 很像男的 徐孟哲辦新家 房間分配超不公平 徐孟哲的房間比姐姐大死 三倍啊 我是姐姐會揍妳 對啊 我是姐姐 我一定就揍妳 揍我房間 這種姐姐的房間這樣子 妳的房間這樣子 我一直跟我姐講說 那是因為呢 因為我也有幫忙在布防袋 她說現在怎麼樣 我是傭人嗎 真的 她最小 老姚在家裡很寵 出來演戲了 妳開始演戲的時候 就會發現其實完全不一樣 到了片場 對不對 進入職場開始工作之後 就沒有所謂的姐妹之分了 有一次跟姐姐聊天的時候 她發現說天啊 我的妹妹長大了 可以跟她聊一些真的是心裡話 甚至是人生啊 一些道理等等的 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之間就不像是以前那種 像我國中畢業 她大學畢業 年紀差很多 她也差這麼多喔 我們差七歲... 也是差七歲喔 對 就那時候會有朋友 其實差七歲 玩不到一起耶 沒有 小時候玩不到一起 妳就差十三歲 顯然是 什麼玩不到一起 那妳要看媽媽 有些媽媽願意顧小的 OK 我們家是媽媽跟爸爸出去玩 然後姐姐要帶著妹妹 去哪兒都要帶著 妳就會覺得這個妹怎麼那麼討厭啊 妳就變得奶媽了 真的 去上學也要帶著她 念大學的時候 去上學要帶著她 她不覺得上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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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授會不會說以為妳生了 對啊 然後帶她去的時候還怕她 這我妹... 這是我妹妹 阿嬤姐...真的是我妹妹 不是我的小孩 不是我的小孩 就這樣講 男同學看她姐 她媽媽就一開始 妳這樣沒有男同學追了好不好 對啊 可是那時候就是去哪裡 一定要帶著妹妹 反正媽媽就會說 不是 禮拜六有課 有時候禮拜六有休課嘛 所以妳要去上課 然後媽媽說 妳要就兩個選擇 要就在家請假 要就帶她去上課 妳就真的只能帶她去啊 我覺得以前的學校一定有 在流傳說 甄莉說那個是她妹妹 那是她小孩 對 搞不好喔 搞不好 不是 然後如果要遇到比較皮的 故意叫妳媽 然後就馬上被陰了 所以妳...這差13歲 真的差很多喔 差很多 差了一輪 快 就是我屬老鼠 我妹也屬老鼠 所以我從小就帶我妹妹 所以我妹妹等於說 其實我還滿會照顧小孩 從...我國中就拍她 給她拍到大哥 才跟她放下 真的嗎 真的... 我這一次 家裡就是大家都受寵 因為我們這個年紀 還比較有點重男輕女 你知道就是譬如說 拿那個零用錢回家要存 存到存款裡 我弟拿三千 我媽一定幫她補到五千 補到五千存進去 你知道嗎 其實我們都知道 所以我們就覺得弟弟也是 然後你知道有時候不小心 因為跟我弟打架 我們差比較近 所以會打架 上次就... 因為他跟我打架的時候 我就拿東西K他 K到頭 其實只有一點點破 妳知道 他自己跑去醫院叫醫生 他直接給她包得好大的喔 後面就說 你怎麼說 你打我接打我 那我就被撐到墨子了 你知道嗎 我姊小時候 我記得我跟她吵架 然後那時候我剛滿叛逆的 所以我姊就會很喜歡跟我 這個也要拿走 那個也要拿走 要分開...這樣 因為我就開始跟她頂嘴 頂到後來她失控 就拿剪刀丟我 怎麼可能啊 拿剪刀丟我 就這樣一晃過去我想 是剪刀 然後我就開始哭 然後我就一直故意 沒有 國小而已耶 然後我就跟我阿嬤講說 阿嬤...姐姐拿剪刀丟我 阿嬤說 妳講話誇張 妳去祖先牌位下面跪 我就跪在那邊 我想說為什麼我被丟還要跪 然後我姐就... 其實這個徐孟哲發現 他們搬家以後 新家的房間比姐姐大死 三倍啊 太過分了吧 妳寫了什麼 是三倍 沒錯 如果是我姊姊 我是姊姊會中 對啊 我是姊姊 我一定就說在我房間 這個會不會太明顯了 就是到新家搬過去 姊姊的房間這樣子 妳的房間這樣子 為什麼 因為不公平 因為呢 就搬過去之後 因為我爸自己是室內設計師 然後怎麼擱解 他亂設計... 然後我一去之後 你爸爸是這個時候才露出來 他那個心中的寵物對不對 爸爸不是那樣疼姊姊嗎 怎麼會特別疼弟 沒有 他可能... 對啊 他是高大 那個時候我一直跟自己講說 我會比較大 我一直跟我姊講說 那是因為呢 因為我也有幫忙在付房貸 責任 但是其實... 有付錢就住比較大一點 但是其實那時候我姊一去 她心裡就很不便宜 她說現在怎麼樣 我是庸人嘛 庸人嗎 住了最小的房間 是我的三分之一 她說 妳房間 還有一個小的沙發區更衣室 沙發區 妳這樣子那我房間 怎樣 我是庸人 那個不能平衡啊 所以妳房間是算套房對不對 其實算是一個完整的套房 算一個完整的家了吧 那結構也真的不錯 像我們家 我的房間還是比第一大 那是因為我有去跟我媽講說 你知道嗎 女兒才是一輩子的 兒子是人家的房間 你知道嗎 人家的 甚至在如果房間大一點 因為我會永遠都可以 其實喔 看房間就知道 妳房間比姊姊的大嗎 其實我小時候沒有自己的房間 我跟我爸媽一起睡 然後後來是姊姊... 後來跟姊姊一起共用她的房間 然後她搬出去後 我用她的房間這樣子 對 還OK OK 這樣講法OK 你呢 我的房間也是比姊姊大 到底是為什麼啊 而且姊姊就會要求說 姊姊應該要有更衣室啊 然後要有自己的空間 女生啊 女生啊 反而都是男生 有很多東西放啊 反而就是委屈姊姊跟爸媽睡 然後我自己一間 真的太過分了 其實... 但有時候比如說 我常常去YD拍戲 可能三 四個月沒有回家 但我的房間就會變姊姊的房間 對 所以OK的 因為這樣 我這個來的房間 還是妳的房間 妳回來她就沒有啦 對啊 妳小的時候是跟姊姊一間還是... 因為我 所以 我就黏著姊姊走 不是...姊姊是嫌她啦 就怕不到不要妳對不對 所以我就一直黏著她 她去哪兒 她睡...她就跟我講說 她想要自己的空間 我就說好... 然後她就說 她以為她可以搬到別的房間 因為我們家很大嘛 然後她就說 那我可以搬出去嗎 她說沒關係... 我就用個隔板把它隔起來 我們個人的空間裡面 把它隔一個隔板 然後我就說 你看妳有自己個人的空間 這樣那妳不敢睡對不對 我真的不敢睡 因為太... 因為我們家是那種透天座啊 所以就是如果下一個房間 就是在另外一層樓 所以我就會覺得很緊張 所以我都黏著她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妹妹有點討厭 對 可是我覺得小的好像都會黏著 因為像我小時候 我也會黏著我姐 因為我在很小的時候 我也是不敢自己睡 因為我們家... 那個時候... 你是男生耶 但是因為呢 我們家的房間是主臥房 然後我姐姐的房間 是黏著我媽的房間在隔壁 但我自己的房間在另外一邊 然後呢 就因為你是男生啊 現在長大會覺得很好 可是呢 小時候 因為我自己房間在另外一邊之外 我窗戶看出去的景色 是一整片的山 所以我每次一到... 多好啊 還有景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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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時候哪懂啊 小時候一看出去就覺得 小時候... 那裡都是... 那裡趕自己睡 你爸爸是希望你看到景色 看到樹 眼睛會比較好 對 是... 搞不好自己的窗戶都沒有 其實從房間就可以看到 你知道爸媽都是盡量在... 在表面上做出來就是我很... 公平 公平的 但是私底下 妳看 其實喔 她家的鋼琴喔 是因為她要彈了 所以才買鋼琴 姐姐彈的時候還沒有鋼琴 等鋼琴買了她又不彈了 不是 是不是 那個時候... 你不要再解釋了 就要遜了吧 就要遜了吧 對不對 那不彈 真的是 對 但是... 空間那麼大 閒金紅的 因為姐姐很會舞蹈 所以...自己覺得好像 姐姐去學舞啊什麼 你都... 你都後來有出力對不對 對 其實我還滿支持她 因為她在學藝術這一塊其實 這是你姐姐嗎 對 我姐姐在中間 然後旁邊陳毅 然後一起跨年晚會表演 因為其實我姐姐 學藝術一路過來 我還滿支持她 比如說她去美國啊 去歐洲 去法國 那個機票錢都是我幫她出的 這個弟弟不錯 房間大一點就大一點吧 真的 因為我都還沒有去過這麼遠 比如說什麼維也納 是我夢想想去的地方 我都沒去過沒有機會去 然後但我會覺得說 學藝術不容易 因為可能我比較商業一點 那她這一條路會比較孤單 所以我會越來越來越 她爸媽還是想得滿好的 就讓姐姐去哭學 我剛想到 妳幫她...妳幫姐姐出機票錢 OK 但重點是 妳買什麼倉等 妳都會買...會買破倉 她就說 因為她是整個舞團一起出 所以就是團體 那一起來OK... OK... 有出錢就不錯了 對啊 我們姐姐 我們還要出錢 妳是要出錢的嗎 就是像生日啊 或是幹嘛 我弟就會開始暗示了 我那個球桿喔 有點重 不太好用 好像快生日喔 對 就是直接要講 就是要領悟啦 但妳也給得很開心嘛 會不會 那時候...對啦 給的時候會覺得 你看我姐姐多有能力 所以像... 因為我弟弟可能就是 我是大姐 所以我會管他們 包含現在妹妹 還是都有在管 所以我弟的兒子就說 我其實全家 最崇拜的就是大鼓鼓 因為呢 奶奶妳都沒有用 我爸爸都不聽妳的話 只有大鼓鼓講話 我爸爸就立正站好 對... 所以... 所以有的時候威嚴是要用金錢 來建立 對 妹妹到底 弟弟妹妹談戀愛 姐姐們什麼都要管 交男朋友會管 妳會管 對 然後弟弟也會 連他們的那個對話都會看 對話都會看 對話都會看 沒錯 對 妳怎麼這樣子 姐姐 妳是滿足的 妳人不死啊 不是 交給妳 妳失戀 對 我姐回來的時候 她就拿著我的電話 打電話給我那個時候的男朋友 講要不然她就哭了 妳知道我看她難過 我是覺得好像我也很難過 妳這樣欺負她 妳不要以為我們難過人好欺負 我是大姐 所以我會管他們 包含現在妹妹 我還是都有在管 所以我弟的兒子就說 我其實全家最崇拜的 就是大鼓鼓 因為呢 奶奶妳都沒有用 我爸爸都不聽妳的話 只有大鼓鼓講話 我爸爸就立正站好 所以我弟兒子都... 所以有的時候威嚴是要用金錢 來建立的 有... 有沒有道理 有... 我覺得這些老妖啊 就是被寵上天 我搞不好我們姐姐要負一點 剛剛我就反省起來 搞不好負一點責任 因為我就會 譬如說我出去的時候 我就看到同一件衣服啊 我就想要買回來 就跟她穿姐妹裝 但我就不想要跟我哥哥穿兄妹裝 但我就會譬如說買... 誰要跟妳們穿什麼 兄妹裝買是不是 然後我就看到一樣的包包或鞋子 我們就會買一模一樣的 然後我就買回來 然後所以我就想說 而且我就覺得妹妹 就是當妹妹就是比較受寵 很有可能就是她們比較小 所以她們很會撒嬌 就是我妹妹很會撒嬌 我就又融化了 然後錢包就打開了 我沒有我姐姐厲害 她真的是撒嬌界的天荒嗎 而且我覺得妳姐姐的哭點 真的很低 我跟她差不多 可是因為我知道她很會哭 像我們前幾天才一起去唱歌 然後就有就是玩得很盡興 那我們每次只要點一首歌 她都一定會哭 那那天因為她稍微有一點 喝了一點點小酒 然後我想說趁她這時候點 看她會怎麼樣 結果她哭到一個很誇張的 很誇張 對 因為那首歌是在講就是 手足的情依的歌 那我也曾經就是特別傳訊息 跟她說姐姐 我真的很感謝有妳這個姐姐 因為妳我 我才能享受現在的生活這樣 那她就返回來跟我說 她很抱歉 因為我成長的過程中沒有陪伴我 可是那不過是過去的十幾年 未來有好幾十年 我們會一起相處 妳就哭了 好感人喔 對 姐姐聽得又融化了 又聽得融化了 對不對 其實我覺得喔 兄妹吵歸吵啊 還是...其實是感情很好的啦 對不對 妳姐姐對妳交女朋友 有意見嗎 是在問妳 是男生的 男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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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應該會管這些吧 妳管 妳妹妹... 妳妹妹交女朋友 妳交男朋友會管 妳會管 對 然後弟弟也會 連他們的那個對話我都會看 對話我都會看 沒錯 她的密碼 手機密碼 我知道啊 妳怎麼這樣子 姐姐 我們可以有密碼 這樣弟弟... 弟弟可以告妳耶... 可以告妳 她帶回來給我看過 那如果妳們遇到不喜歡的對象 妳們會暗中作梗 讓她們分開嗎 不 如果我們看得不對 所以她就知道 我們就可以讓她明明白白做梗 然後馬上分開 她怎麼哏啊 就講大根 妳立馬分開一下 哏那麼累啊 對啦 孟哲 姐姐會管嗎 其實我姐會管 但她不會管太多啊 她會講她的意見 然後她有的時候其實 因為在我當病之前 其實我跟家裡相處的 不是很融洽 然後她變成是說 她變成是我跟我爸媽之間 溝通的橋樑 對 那有的時候 她給你三倍大的房間 真是不想問什麼 對不對 但有的時候她確實 她會跟我講一些事情 她覺得我應該怎麼樣... 那譬如說多花一點時間 陪家裡 陪家人 因為爸爸生病 那以前我就是說 OK 你們需要我幫忙 不過她當完兵回來 真的變很...變很成熟 然後後來是... 後來其實我跟我姐 一直感情都還滿好 其實我們到國高中以後 就很少吵架 然後到現在 其實我姐她嫁去國外 然後我們經常還是會視訊 然後通訊息 那譬如說她在國外她看... 因為她知道我喜歡的東西 都在歐美比較多 所以她在歐美看到的時候 她就會幫我買 那我在台灣看到一些東西 我就會幫她買 然後我家人就會譬如說 弄成一箱 然後再寄去國外給她 對 其實感情還是很好啦 還是不錯 其實有吵架才會好 誰有吵架 姊姊會有意見嗎 你說感情這一塊嗎 其實我們兩個人都是天蠍座 那你知道天蠍座的人 最好不要管 天蠍座的人 其實就是感情這一方面 都比較神秘 那其實我們彼此會有一種默契 就是我不過問 然後你也不過問 都是屬於放心裡來 所以她可以滿六年嗎 那你解決現在你生小孩 你們感覺會好一點嗎 很好... 就一直... 其實只有國高中那一段時間 他比較叛逆 我們感情比較不好之外 後來她念完大學 上來台北投靠我的時候 投靠妳 這個妹妹 對啊 奇怪 我叫姐姐來投靠我 因為那時候 我自己在外面租房子了嘛 所以我就說那妳來啊 妳上來啊 我說妳不用擔心 反正我有賺錢 我可以給妳一些些零用錢 妳比較像姊姊 妳比較像姊姊 其實我真的比較像姊姊 然後她上來的時候 她就真的在找工作 然後那時候在談戀愛的時候 後來失戀了 因為我姐不太會講 因為我脾氣很硬 她早一講我一定會生氣的那一種 老師 不要談錯了 妳要...妳會為她出氣的對不對 就是那時候後來就失戀我啦 我失戀 對 然後後來我姐回來的時候 她就說 我就不想要在她面前哭 然後她一回來就說 妳怎麼...妳怪怪的 我看妳的眼神我就知道 妳說啊 我就一直都不說 她就拿著我的電話 打電話給我那個時候的男朋友 然後她打電話跟她講說 妳幹嘛要欺負我妹妹 妳知道妳做這些 妳可以不要跟她談戀愛 但是妳可不可以不要 讓她那麼難過 我姐講話半天她就哭了 妳知道我跟她難過 我就覺得好像我也很難過 妳這樣欺負她 妳不要以為我們南部人好欺負 她還講她南部人 妳幹嘛講她南部人 這關南部北部有什麼關係 她也是會欺負北部人 因為我們一直都哭在那裡 我看妳們是南部人 我看... 還是她跟你分手是不是 因為妳是南部人 我跟妳分手 還是她分手原因是這個 不是 因為我們以前 差不多沒有辦法 就是太了解北部人的思考 跟步調 不一樣... 所以我們一直永遠都是那種 比較天兵 比較慢的那一種 所以我姐也以為是這樣子 她說妳不要欺負我們南部人 我告訴妳妳的慢 然後在家裡遇到妳 玩到胡話了 妳不要這樣 姐姐會讓我狠話 就是她那個時候只要我被欺負 她就會馬上站出來 對...小時候也是這樣子 因為她是小時候 她比較沒有膽 小時候有一次我跟姐姐講說 我被欺負了 我去游泳 家裡附近游泳 我被欺負了 她說真的假的 她就跑到門口 就拿來家裡的一隻掃把 就衝到那個游泳池 然後一衝到那個游泳池 她在那邊等... 等到那個人就走出來 她就拿到那掃把 就走到那個小朋友面前 就摔在地上說 妳幹嘛欺負我妹妹 然後後來那個 誰知道那個小孩子的氣焰 比她更強 小朋友說 怎樣 我就是欺負妳妹啊 所以呢 妳要打我來打 妳打 然後問題就... 然後轉頭就回答 大大輸喔 就從小她就是會為我出氣 雖然她沒有真的幹嘛 講義氣 對 看起來她很瘦弱的樣子 對 她很瘦弱... 她很瘦弱的樣子 姐姐會管妳的戀愛嗎 不會 因為我爸爸他禁止我們 在求學時候交男朋友 他禁止是他自己 對 可是我姐姐就會說 那妳有什麼對象告訴我 妳不要跟爸爸講 妳跟我說 我不會告訴爸爸這樣 所以只要我有欣賞的人 或者是喜歡的對象 我都會跟他說 那我記得有一次印象很深刻 我國中的時候 有欣賞一個男生 然後那時候是在上籃球課 他剛好走路經過我們籃球場 因為籃球場外 就是我家的巷子這樣 經過 然後他說 你們搬著馬隊 哪一個...指給我看 我還就是這樣隔著柵欄 然後就跟他說 是哪一個... 就是會跟他分享 就是我喜歡的對象 然後他也會跟我說 我覺得他不錯 我覺得他怎麼樣怪怪的 他怎麼就是會 用他的經驗來跟我分享 那妳試練的時候 會跟他哭嗎 會 我不會跟他哭 但是我會跟他說我很難過 然後他會安慰我 我是躲起來自己哭的那一種 妳妹妹應該不敢跟妳講 會啦 她還是會講 會嗎 因為她覺得跟我講 其實也沒什麼用嘛 我就這樣 好 白金門 都是要有那個經驗 妳本來就要有過程 所以沒關係這樣 下個男人會更好 對... 通的啊 我都結婚了 我管妳男朋友 那意思啦 我小孩都管不了 還管妳 其實這家裡的老鴨 或者是老大 其實很特別 其實人生喔 在家裡的姐妹是很重要 出了社會就是朋友很重要 所以這次你們的戲 叫七個朋友對不對 是... 但是我看戲中的片段 你們這個七個朋友 錯綜複雜 對... 對... 有同學 有同事 然後有室友 妳跟他是... 我跟他是最沒有關係的兩個 對 我們是因為朋友而認識 就是因為朋友而成為朋友 朋友的朋友 對... 那陳毅呢 他是我的同學兼上司 對 就除了社會還有 上司跟下屬的關係 對... 這個戲在禮拜六 禮拜天 1點半到3點喔 是在中式播出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片段 你問我為什麼要逃跑 這全是因為我活在一個 掌究素食的網絡年代 陸生人可以在一秒鐘變成好人 也可以在一秒鐘變成敵人 尤其對人們來說 只是無上不下 可有可無的過渡期 到頭來 所謂的朋友 不是變成情侶 就是變成仇人 再不然 就是變成老死不相往來的陌生人 秦永澤 謝謝 朋友契約 沒錯 簽了約以後 你就必須理行 當我的朋友的權利 你們根本沒有必要打架 因為這一切 都是我的錯 是我沒有資格做你們的朋友 你這又是幹嘛 你現在拿這個要怎麼用 我一點都不喜歡你 我... 對 其實榮軒跟... 好直接喔 對 榮軒 復興博跟陳怡 他們三個算是 學校裡面就開始糾纏到社會 還有朋友契約 對 因為亞伯是有錢人 他認為他用金錢能夠買到所有的事情 他就出了一個朋友契約 他認為朋友也是金錢能夠買到 對 比如說到了一個... 你在裡面是書呆子 因為你說 上網我有很多的朋友 但私下我一個朋友都交不到 好可憐耶 我是一個網路作家 宅男 然後他...就像他講 他說他可能網路上有很多好朋友 可是當你現實生活出現麻煩 他可能遇到困難 真的誰會來救你這樣 陳怡頭髮一定要金的是不是 因為他就是演一個就是 有錢人是不是 一個富二代 對... 其實這七個都長得那麼 挺帥 挺漂亮的 對...然後我在戲裡面 有暗戀榮軒這樣 然後但是... 在幻想的部分 對...但其實也有被拒絕 但有點小劇透 對 但你知道 因為朋友之間就是這樣 很容易就是會有感情出來 然後朋友產生變化 對 一部戲 我一直在想你 六年前就談戀愛 是為什麼會談戀愛 沒有 那時候高中啊 所以你們是同... 同班同學 同班同學 所以他後來也出來演 我講太多了 沒有 因為其實我才知道 他有演過住左邊住右 是不是那個戲 那個七個朋友 對 七個朋友即將在... 那個... 每週六日一點半啊 鳳哲 你教教他 怎麼樣大方交朋友 對 就這三個字 是不是了 鳳哲 對不對 鳳哲現在很大方... 很大方的交女朋友對不對 很開心 而且那天... 那天我訪問你女朋友 帶媽媽來 女朋友的媽媽一直說她很好 她好好 謝謝... 她好好 然後你女朋友少講點 好... 真怕媽媽... 不至於是 今天很高興七個朋友 希望這演出成功 謝謝 謝謝